近日,北京的疫情防控引发关注 来京的四类人需要做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第一类是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 第二类、第三类是武汉返京人员和进京入住酒店人员 两者都要在返京前7日内进行核酸检测 抵京后持检测合格证明才能进入社区或入住酒店 截至目前,武汉、上海、长沙等城市 已公布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机构名单 第四类是所有入境进京人员 第一类和第四类人群可以在北京有资质的46家机构进行检测 包括17个疾控中心、20个医疗机构、8个第三方检测机构 以及海关总署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据了解,疾控中心主要给新冠肺炎确诊者、密切接触者做核酸检测 部分医院可以对个人进行检测 例如解放军第五医学中心,但需要预约 也可以联系第三方检测机构 一次核酸检测费用在200到300元部等 自4月1号以来,北京已累计核酸检测4万多人 其中入境人员累计检测3122人 阳性2人 所有外省市返京人员一律实行14天居家或集中观察 返京后,根据要求到港上班需要使用北京健康宝 进行个人健康状态查询 针对市民反映 自己并未出京,只是周末出游等原因 途经进京检测站而导致健康码失效 市经信局回应 健康宝已于4月12号进行功能升级 市民可以按照页面提示 通过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查询进其行程 如近14日,却未出京 便可获得绿色状态 新京报动新闻综合整理报道 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 属于空学版 gerçek 南部英国庄宝 安国と国家平台查询进行